我目前 還不太想結婚 當然我不是 針對你一個人啊 你要是覺得這樣 太倉俗的話 我們還可以再相處 十天半個月 能不能結婚 不能完全靠相處的時間 來衡量 得有想結婚的願望 需求和感覺 對吧 所以如果 你是非常迫切地 想進入婚姻生活的話 那 我們倆是處於 需求不匹配 可能分開會比較好 你是不是嫌棄我沒錢 還是覺得我配不上你 我剛纔已經說過了 只是需求不匹配 不是誰的問題 所以你今天讓我來 就是鐵了心了 要跟我分手 能做個朋友當然更好 你覺得我跟你在一起 是缺朋友嗎 你既然沒有選擇要結婚 幹嘛要開始一段感情 太隨便了吧 莫名其妙就跟人結了婚 才叫隨便吧 但是我覺得你有必要更新鮮的自己 抱歉 我調查了你 你前男友吧 一開始我還不相信你是這樣的人 結果呢 你就是被前男友給甩了 拿我解笨是不是 真是不知羞恥 跟女士說話的時候 至少要學會有禮貌 是不是嫌棄我 誰要我沒錢 別 別 好啊 帶著欠男友 再向我示威是吧 一個男人得不能成什麼樣 才會對女人動手 他先挑釁了我 你的意思是說 你是正當防衛是嗎 兩位 兩位 有話好好說 沒什麼好說的 你 趕緊走 你信不信 我馬上讓你對我正當防衛 嗯 哼 萬劉傑 快讓你記住我的 我去忙你了 不好意思啊 快來飯了 沒事吧 跟不體面的人 在哪兒分手 都會變得不體面 以後當心點 我去忙 呃 那個 謝謝啊 要不是你出手相救的話 還不知道會怎麼樣的 你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想請你吃個飯 不必了 萍水相逢而已 卑鄙三生有幸 嗯 看什麼 沒什麼 分手分得如何 還行 差點被掐嘴了 他對你動手 在這兒 嗯 你沒事吧 沒事兒 幸好有一個少侠出手相救 不僅救了我的小命 好像还笼络了我的芳心 能不能先消停两天 因为我最近的判断能力 我是应该歇业反思一下 我本将先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苟曲